我今天跟你们闹了这个外国坠续 和我家长辈真实的相处模式 咱先说他最大的问题 就是不会捧臭脚 不会拍马屁 比如我爸毛笔字写的好 老在家里练字 我当晚姐妹看不懂 不但不哭啊 还老在旁边捣乱 我爸从右往左写的 国泰民啊 他从左往右看的 我爸写了个知足常乐 他拿个字典查了一下啥意思 我也可以 哎哟你妈 我爸写了个上下五千年 我也可以 这还不算啥 前几天我爸突然想看香山红叶 我们一家机口就去爬香山去 到了香山那个赛 给雪儿都快赛化了 然后大爸写的音乐爬 就有疑惑就问我爸说 爸 咱到底在看啥来了 我爸说 你看这晚上的是啥呀 我老公说 人呢 你哪里我看人来了 我爸说 咱们一直在看的是枫叶呀 你们加拿大也有枫叶 我老公说 我们加拿大也没有啥别的业 我爸说 那你看过枫叶是红的吗 我老公说 那你看过我们的国旗吗 我一个加拿大人 不远外离来到了中国 看枫叶 还不如看人 看人哪 我爸这时候已经很不好意思了 我老公还不到 爸 你那什么 你当年不是铁领高考的地理状人吗 你们铁领高考只考铁领地理呀 我说这事我教过你 当时在铁领的时候 我妈写了个七言绝句 你当时说你不会夸 听不懂记不住 我教的你 拍马屁拍马屁 领导写诗不用记 他到蕴角 你提气 跨完格局跨利益 你不当时学会了吗 他说那是拍马屁 现在是属于拍爸屁 理论上不是一个拍法 我说是老人就得拍 遇到长辈拍一拍 他说那这个才是设计的这个问题 也不是拍马屁 也不是拍爸屁 这种虚伪的社交方式 应该叫拍老屁 拍老屁 但是我爸就要继续爬 我老公 哎妈太晒了 你去往老丈人回家 再说你不怕晒黑的 明天连途在我后老公 梦山一天整齐嘴 我说我不怕呀 我有K2VC金黄 你们看我上次厨一晚上 回来晒啥样的 评论区全过来说 说我展示的黄种人能有多活 但是我不想起 我接下来脸 连整个两只 肤色又回来了 七天能用三只 因为没有涂脖子 现在脸和脖子不一个散 它就是确实是不便宜 不过贵也有贵的道理 也确实没有平替 有它这个成分 它是法国制药大厂出身 有药都能做 护肤品就是轻松达年 所以很难做到的能力 它也做到 而且它是独立刺刨 每次用的时候都是新鲜的 前面说的都是缺点 咱说它呢 也是关心老人 它有它的方式 哄老人开心 但是它的方式呢 有点费了 我老81了 被我老公偷偷约出去 四次吃冰激凌 我爷爷也81 这两年老了 稍微有点忧郁 我老公去铁领狗事 给我爷爷买了一条 袖装萨摩 想勾眼 他没事出去遛狗 晒晒太阳 但是这只花了450 我买的锈针萨摩呢 它是个假货 承诺的是锈针萨摩可装袋 结果半年长到了一米二 我爷根本拽不住这狗 经常被这狗拉爬 现在就是锈针萨摩六个爷 我爷出门春冰鞋 春冰鞋 所以说八十一吃到坎 是有讲究的 然后前几天又轮到我爸了 我老公没有和几个外国朋友 去露营 非要带我爸 我老公说 我六十了 折腾不动了 我老公说 老丈人你得叫点响啊 六十折腾不动 我爷七十九那年 获了三个女朋友 葬礼上前女友来一车 组团来的 你六十只能是中年人 我现在属于青春期 然后就非让我爸去 我爸以为 路营是个多高端的事 最后就去了 结果到了地方 没有饭吃 自己生活 钻木取暖 露天厕所 晚上我们一群人 在寒风中套着军带衣 瑟瑟发抖 等着面前还没有烤熟的土豆子 我爸就问他 咱们干啥来了 我老公说 吃苦啊 你以前吃过吗 我爸说 也没吃过别的呀 你领我来吃苦 就好比我领你去看枫叶 枫叶的玩意小时候天天看苦 这玩意小时候天天吃 我过了十九年这样的苦日子 读书给我改变的命运 现在因为你这个毒子 又都改回了 又都改回了